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编思前想后 为了大家方便 专门为大家做一期节目来为大家讲解 今天小编主要从英丽出生日来为大家解析每一个人的运势吉凶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因为时间问题 小编今天先为大家讲解英丽一日到十五日出生的人的运势吉凶 英丽一日 整体命格 虽然福气和官录运势无法两者兼美 不过财运倒是相当不错 经常受到贵人引荐 而事业能有顺利发展的机会 女性大多有望夫家的命格 婚后多能有效提升家庭的经济状况 流年大运 年少时运势较平常 中年以后运势逐渐好转 能取得财富与名胜 但若是过于得志意满 及其于福民富贵的追求 将会使好运有胜转衰 多加留一小心 晚年之时生活风足无忧 而能享有福育绵长的退休时光 英丽二日 整体命格 心地端正纯洁 与人相处 也亲爱和善 稍有争执 虽然身体方面健康无忧 但家族缘分通常较为淡薄 稍有离乡背景 赴远地成家立业的趋势 流年大运 少年时期运势辛苦 难以从兄弟家庭获得协助与庇佑 而必须仰赖自身独立建设 中年以后运势逐渐开展 无论富贵或者事业 都有开通发展的机会 这一天出生的人 男子多半相貌清秀 女子则具有聪明发达的命格 英丽三日 整体命格 若是已婚者应该注意 夫妻间虽然相处和睦 却有无法共同生活到老的问题 子女运薄弱的初三人 略有缺乏子女的现象 因此 平日最好涵养德性 修身修德 以积累自身的福分 改善自我的子女运势 流年大运 早年多所磨练 20岁以后受到先人的余泽 而有获得提拔得好运的机会 40岁后运势达到高点 不但事业发展顺利 家庭生活也风足无欲 而呈现荣华兴盛的景象 英丽四日 整体命格 无论男女大多好学且才智出众 大福大贵 流年大运 少年时期较不和顺 形势略有脱模波折的感觉 中年以后运势逐渐提升 而能顺利发展事业 广进裁员 唯独必须留心家庭生活的相处 多有是非纷争 若是远行外出发展 则容易获得贵人相助 以欢之人 夫妻感情和顺融洽 家庭圆满无忧 极致晚年运势已趋于平顺 财务状况风足良好 生活方面也极力安泰 少有烦恼 可以说是快乐富足的命格 英丽五日 整体命格 多半天生聪明伶俐 且自身俘虏身后 虽然家庭关系融洽紧密 兄弟姊妹之间的相处也十分和乐 可惜无任何亲属能够依靠和仰赖 使你在很年少的时候就已经步入社会 流年大运 少年时期较为辛劳 索性自身才艺丰足 而使学业及事业发展顺利 中年以后运势开始横通发达 财务收入也日趋稳定 晚年时期发展安顺平稳 少有烦恼 可以说是无匮乏的命格 英丽六日 整体命格 兴趣广泛而好学 但由于少有专精 而使成交较不显著 个性方面 男女大都清闲乐观 家庭运势上没有父兄可以依赖 因此多有白手起家的趋势 流年大运 少年时期发展有限 事业及财富积累都有瓶颈出现 中年之时运势仍旧平凡 极致中年晚期才开始运势亨通 为人处事之时应多加注意 长有尊卑之间的分纪 与他人交往也应该抱持亲善和睦的态度面对 如此才能获得贵人提拔 而有发达成功的机会 英丽七日 整体命格 性格复杂 心性起伏变化较大 常有临时改变心意的状况发生 流年大运 一生多安乐顺心 无论在工作或者财务收入 都能常保有好运 使生活风足无忧 家庭方面 亲缘关系良好 兄弟姊妹之间相处容下和乐 且多能在事业发展上有所成就 此日出生的女子性格较为保守平淡 但身具福禄且身体健全 是属于长寿康泰的命格 英丽八日 整体命格 性情伶俐 为人处事 圆满顺遂 由于本身具备才能 而能成为辅助自己发展事业的戾气 使人生安乐 平顺 一切无忧 流年大运 与父母亲缘较淡薄 因此 少年时期很早便离家 到毅力求学或者发展 中年时运势顺畅发达 渴望在此时功成名就 事业发展上 赴外地工作容易受到贵人的协助与庇佑 而能顺利取得良机 世事如意亨通 是属于晚年荣华富贵的命格 英丽九日 整体命格 身体健康 性格清明开朗 因而容易受到他人的尊重与爱戴 为人处事方面因勤俭行善 并多多劝勉及鼓励他人 使得行能够广闭邻里朋友 为自己积累福德 流年大运 少年与中年时期的运势较普通 学业及事业的发展 虽然没有太突出的表现 却能够平顺如意度过 即至晚年运势开始走强 事业及财务收入水涨船高 而自身身后的福禄 也是晚年博得的名声利路 能够长久保存 而深受众人称道 可以说是慈悲勤勉的命格类型 英历十日 整体命运 天生为人伶俐 待人忠诚坦白 虽然因为家族缘分比较淡薄 而有早年离开家庭 到异地求学或发展的趋势 索性个性豪爽慷慷 乐于与人交流 而能获得众多朋友 为自己带来助力与贵人运 流年大运 少年时期来自家族与父兄的庇佑较少 因此略显辛苦波折 周年之后 运势逐渐开拓 极致晚年更为振兴 无论事业和技艺发展 都能够顺利且有所成就 是属于晚年安乐的命格 英历十日 整体命格 聪慧敏锐且一直坚定 处事决策具有贵人的决断力 流年大运 少年时期运势开拓较迟 学业或者事业表现较不冲突 周年之时运势略有走低 此时虽有意外横财的机会出现 却容易因为缺乏长远妥善的规划 导致好运经常措身而过 这段时间应该谨慎小心 三思而行 财源及事业的谋求与发展 才能顺势而来 晚年之后 运势渐趋平稳顺利 算是属于具有福分 大气晚成的命格 英历十二日 整体命格 为人温良敦厚 个性刻苦耐劳 日常生活起居 简朴踏实 念旧节俭的性情 是十二日出生之人 多半具有收藏储物的习惯 对于旧物也比较不舍得随意丢弃 流年大运 少年时运势较不和顺 形势多有波折 中年之时 运势开拓亨通 事业发展顺利 财务收入源源不绝 个人声望和社会地位 也渴望达到顶峰 晚年时期 运势持续走高 并有余力 庇护子孙 使家族繁荣兴盛 可以说是属于 福禄丰饱满的命格 英历十三日 整体命格 性情清明耿直 为人处事 遵守道德 因此 急受他人的敬重与爱戴 由于前人福音庇佑 是十三日出生的人 无论男女 一生都在 钱财和资金的运用上 没有困顿 匮乏的疑惑 此日出生的女性 甚至运主富贵 能够享 风淫无忧的 舒适生活 流年大运 贵人运势相当强盛 步入社会以后 经常有机会 获得贵人提拔 而能顺利无阻地 获得成功 无论事业或者民生 都渴望在盛年之时 达到顶峰 可以说是属于 金钱运势 十分强盛的命格 英历十四日 整体命格 为人敦厚稳重 个性闲净而不妄动 因此很容易成为 团体中 众人都十分看重的角色 在个人特质方面 这一天出生的男性 多半面貌 秀丽脱俗 女性则具备敏锐的天资 与细腻灵巧的心思 流年大运 命中自有贵人帮助的 十四日生男女 少年时期运势普通 学业或事业发展 并没有特别突出之处 若是能够努力进去 善家利用千金难求的贵人帮助 必渴望在中年之时 开拓自我运势 及至晚年时更可发迹显达 是属于后分的命格 应历十五日 整体命格 个性柔顺 为人温厚敦实 以结婚者 夫妻相处 多半相互敬重 而能使得责 必及子孙 唯独应注意 子孙若有 好争勇斗狠的 不及相克之相 需多加留心管教方式 以免造成行为偏差 损及自我虔诚 流年大运 男性家庭亲缘 较为浅薄 因此容易离开故乡 在外地生活发展 女性则命运略显乖喘 与丈夫缘分较浅 而容易发生生死离别的状况 一婚配命格 较为硬质的男性 大体说 来是属于平凡如常的命格 上面就是 英历一日到十五日的运势分析 因为一个人的运势 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小编只是分析了 其中一种情况 可能不太准确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了 今天分享的 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编点点关注 和小铃铛 小编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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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